据台湾媒体报道 8月3号上午 台湾屏东县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 九棚导弹基地发生爆炸 共造成四人受伤 均已分别送医救治 据台媒报道 隶属台湾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管辖的 屏东县九棚基地 3号上午进行火药余料销毁作业时 不慎发生爆炸 一旁作业的员工闪避不及 造成四人不同程度烧烫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以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 送医时意识清醒 那我们急等这边接到病患的时候 其实发现它是2到3度的 有大于90%的全身性的烧烫伤 3号下午 伤势较严重的三名人员 经初步处理后 送往设有烧烫伤中心的 台军左营医院 另外一名伤势较轻的男子 也转院观察 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对外说明 已成立项目小组 全力协助受伤人员 就医 家属联系慰问等工作 有关肇事原因及责任 将全面深入鉴定调查 事故发生后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林玉禅称 台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 已在第一时间向蔡英文报告 蔡英文要求紧速厘清肇事原因 并确保作业安全 对于这起爆炸事故 有岛内网友质疑 最近怎么一直在爆 又爆炸 到底台军出了什么问题 军够预算年年增 台军事故也年年多 而对于蔡英文的回应 有网友嘲讽说 今天调查 明天忘记 只会震怒下令调查 严惩绝不宽淡 还有吗 还有网友表示 出一张嘴 然后呢 马照跑 舞照跳 继续死别人家的孩子 据悉 此次爆炸地点 位于屏东县的九鹏基地 该基地专门进行 武器研发与测试 民进党当局 向承包商新购的火炮 导弹 也会在该基地 进行射击测试 及演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